早上好,现在是凌晨的4点50分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起床了 然后今天准备5点 出发,我们在路边上等车还差几分钟 大家好,我是旅行者土豆 今天是我徒步EBC缓线的第13天 今天应该不算加在里面 然后昨天坐车呢,是到了这个叫帕普鲁的地方 今天早上呢,继续坐车 今天到下午,我看 下午可能3,4点钟就能到那个家的满渡 我们的EBC缓线是真真正正的结束了 这里住的太难受了 环境有点差,然后脸也没有洗 然后回到家的满渡,再好好的大洗一下 今天换了一个吉普车 绑上我们的背包 看一下我和饺子哪个人的车票 我自己撑的名 3,800人 今天我们的摇摆小卡车 一共坐了10个人 加4,7 前排4个,我们后排4个 不加11个 早上快9点了 下来天又变热了 幸好今天一天都是这种铺装露露 我们停在这里等着吃个早餐 又来上一份大卤八子 我两个人吃一份,挺大火的 太热太热了,简直要热爆了 快中暑了,快中暑了 现在又在这种场休息 看这边的这些新鲜水果 还有鲜榨果汁 但是好多苍蝇 所以我上次买是苍蝇不敢吃 看着大家都在吃这个瓜 我饺子买了一条,加了分一点给我 就黄瓜的味,上面还涂了一个辣椒酱 可能不吐辣椒酱好吃 看那个苍蝇 我饺子买了 我饺子买了 这什么水 我也不知道 他们停了 热爆了,热爆了,要中暑了 回家都穿短裤和短袖 受不了了,太热了 下午3点半 我们又回到了加德满都 回到了大城市 今天坐了10个小时的车 先回酒店休息洗澡 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订的酒店 然后这次住在楼上 竟然还有一个小冰箱 他可能知道我们想自己做饭 回到人间 给大家看看我在国内买过来的神器 电风扇 哇,加德满都真的是热得不行了 一下就从冬天回到了超级爆热的夏天 回到加德满都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香烹烹 然后我跟饺子说了 这几天早上起来都不用喊我 五块钱以上的活动都不要喊我 我要躺平啊 先躺平两天再说 其他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先睡好了再说 啊,脚也有点肿 好好休息两天 看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衣服 所有背包里面的 全部洗了 鞋子也刷了 哇 明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再出去觅食 再买一点东西回来 我们不是有冰箱了吗 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 我们正式 准备在加德满都过上我们的小日子了 entonces就是解读一下 然后啊 方好 四分钟 三分钟